嘿大家好 我是斯蒂老陶 然后我们现在身处天津的唯一赛车场 然后参加汽车之家的性能嘉年华活动 那这块场地是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一个迷你的金卡纳 金卡纳都迷你 说明的场地就是特别特别的小了 但是我们的体验车辆特别的大 大家说明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巨大的内部空间 这就是福特的EAL 定位中型轿跑SUV的这么一款全新车型 然后这款车其实我看它的时候 我觉得这车不适合跑金卡纳 因为它太大了 然后轴距差不多接近2米9 然后前旋后旋又长又宽对吧 福特的车型 它底盘调的方面一直都不错 那也算是有所期待吧 外观方面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大就多少 因为这款车毕竟是 以中国市场为主导设计的那款车型 前脸挺有侧侧的 这块农金的进气格栅是可以送的 轮胎是20英寸255宽度的 码牌ECO Connect 6的这么一款 应该算节能用彩 但是它够宽 所以抓地应该还不错 那我也别废话了 咱们现在就亲自驾车体验一下 那么来到车内 这个最夸张的就是仪表盘和这个巨大东西 它从左到右 这个长度达到1.1米长 然后看起来巨炫无比 我想找一个驾驶模式选择 在二级三级开在二级这边 太晕了 我是一个80后 我那个年代没有制装手机 也没有停板电脑 所以这东西我完全搞不懂 然后最右侧的选项我够不着 不过可以滑过来 OK 然后A柱轻链角度很大 因为毕竟是叫法SV 前面有一个BNO音响的一个 毕章的设计挺选的 转向还挺轻的 行 然后给它放到M档就可以了 因为全程可能是E档 EFT 没有选项 抱歉 然后自动机能关闭 现在出发 这上了挺快的 方向很轻 然后回转圈速还行 轴距长 但是前选也长 所以你感觉刚才那个弯过不去 但也过去了 这车先慢一点 还挺灵活的 就是小心后轮别压着手 抱歉我停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首先动力表现不错 然后输出转速比较偏厚 你丢到外面再踩的时候 动力想要不是很快 或有些迟缓 然后转向感觉 转向和底盘感觉比我想象要好 就是它转向没有那种傻尘 有很多运动轻车 在运动模式下都会做的傻重 这辆车没有 就是很灵活 质感也不错 底盘虽然轴距长 但跟随性还好 因为在过装桶的时候 基本上后轮或者说车尾 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托踏感 那么这款车 虽然之前我对它叫跑 SUV这个定位有些怀疑 不过通过这个新卡纳 也是验证了一下 还可以 它的操控还不错 你配得上这个名字吧